大家好, 欢迎来到卓游讲玩卓游的时间 你好, 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Andy 今天介绍的游戏就是Wistle Mountain 那是什么游戏呢 Wistle Mountain 其实之前这间厂有商业游戏 他之前有一个作品叫Wistle Stop 但这一款绝对不是他的组作 他只是在Under的背景之下 他的艺术等等都是相近的 一个设计者是Luke Gerling of Elterville Manhunter Project Manhunter Project的设计者 另一位是Wistle Stop的作者 那就是这样 就是Worker Placement 加一个Tile Placement 做这个主要mechanism的一个游戏 而Luke就是负责Worker Placement 而Scott就是想Tile Placement 他们在各展所场 就弄出了这款游戏 刚才Andy也说过 他是跟Wistle Stop的背景 就是说有一帮美国人 就穿州过省 去到美国的另一边去开发的 而今集Wistle Stop的故事 本身就是说火车游戏 就是说那些人 怎样建设Nail Railway Network 怎样由一边去另一边 而这些人就说他们到了终点 就开发这个有雪山的一个黑工故事 称之为黑工 我轻轻说个故事 其实我们有整群工人 就站在Barrick 即是兵工房 stand by 但是因为黑工的情况之下 我们工作的工作已经很厉害 有些人已经跌了入水 我们平时 就会不断用每个人 就有一块叫Pairboard 我们本身有三架飞船 有大中小 大家都是飞船 用飞船飞下去 就在一些地方拿资源 有水、有铁、有金、有煤 拿完之后 就会去旁边这边 都是有一些位置放下去 很相应的行动 主要拿到Tiles 抽些卡令到多些功能 抽些升级场穿 以及起一些Scafol Scafol和Tiles 就是Tile placement 当用够资源 我们可以把船 放到这块Barrick 就去擅长收工人的工作机制 收工人回来 就会开始移动这块Barrick 这块Barrick 就是建造那些Scafol 铁架 建完铁架 就可以承担 这些Machine Machine Machine 令到多些格数 除了一些飞船 可以站在旁边 去拿这些 之外 还可以踩下去 是行上面的功能 大部分都是拿资源 或者有些是 给资源去做其他东西 好了 那边说有些人有什么用呢 这些人不是工作人 这些人反而是 是当你有办法 将人移到这些Scafol 而我建造这些东西 扣进去遮住 这些人就会 升职 升职 就在旁边看了 指着那些人 你们做事 就在旁边 就会拿到对应分数 或者拿到对应 bonus 但是如果不能够 升过去 而刚刚水浸上来的话 那些人就会 全部踏进去 那这些End Game 就会扣分的 那什么时候 那些人水会涨呢 就是当你那些机器 起高那条桥 那条线的时候 就因为那些机器 会产生这个热能 溶雪的时候 就会引致这个水位上升 是的 那它的背景就是这样 是的 那当然这些游戏都有一些小小 位的 那我们也不大部分说 那简单一点 就是飞船 就是飞下去 站在Machine上面 或者站在Scafol上面 的Resources 拿Resources 那继而回来之后 再有另外 Tow Placement 就起这些Scafol 以及support 这些Machine 起上去 多些位置 的Action Space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嗯 我自己觉得 新鲜感 都挺 没见过这些类型的感觉 我自己 ok 因为整个 你除了这些 旁边的 standard 这个Worker Placement 的位置 那其实无论 你收集资源 又好 或者做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 叫做 那么多位玩家 一起共同建构了 做出来的 一个 Essence Collection 的位置 因为当我摆了一个 飞空艇 在这里 我摆在这里 它是拿回 鄰近位置的 resources 那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 其实是人家 起出来 令到我有个空间 去摆的 那这个 体验 我觉得是 挺有新鲜感的 嗯 而且 令到每一次 玩有Gameplay 那个 difference 或者令到 它的重玩性 亦都非常高 而且 这款Game 我想另一个 比较特别的地方 它在Worker Placement Game 来说 它的Combo位置 都很强烈 尤其是 它收好工人 然后 起棚架 然后再起Machine 然后一次 叮分 那样东西 那个感觉 是很强的 是 是 我感觉上去 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因为两个 刚才所说 两个作者 一个是想Worker Placement 的 一个是想Tao 那裏 那我先赞一赞 就是它 巧妙到 之前我们 其他新一代 上一代的Worker 可能一个人 又插几个不同 分信上去 这个呢 就是玩一个Dimension 就是玩一格 两格和三格 巧妙地用了 Tao Placement 就想一下 我如何 和Tao 如果我船多些 又可以拿到多些 resources 或者碰到多些 Machine 才能复杂它 就变成了 大中小 有不同的用处 还有可以在一些 特别的洞洞 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 这个有趣 这个卡下去 这些是standard 就不特别说了 但这个是想得很好的 第二样东西就是Tao 刚才所说 千变万八的 因为每次玩的时候 这里出现不同的Market 这些卡会抽到不同 以及每个人 起的 起的Style 不同 而令到我拍下去 因为你拼这些位置 拿些resources 不同的摆法 都会影响到 你拍过Fation 拿到resources 那个interaction味 是很重的 因为很在乎 别人起了那些东西 的位置在哪里 而令到我 如何去考虑 我放假Fation 拿到最大效益 之余 我还要想一下 如何救人上来 因为这些人 都是一个分数的主要来源 因为你放下去 都要诱惑到别人 起那些东西 令到你个人有办法 升职 你才有分 否则站在架上 都是只有看着 只有做字 是永久 没有人工出的黑工 所以这个位置 我是非常赚的 那有没有地方 我觉得不一样的呢? 一样的的话 我觉得它 因为它这个 其实是一个跑分的游戏 是 它呢 就 用了这个星星的方法 来 叫做 算分的 平时我们呢 就是 平时是一段 很明显的 就会看到 每个玩家的分数 是 用这个方法 是 难一点去 trace 究竟哪个名字 相对上 是 另外 就是 其实 我觉得那些 是强行加上去的 说真的 就是 不是一个很强烈的 就是 你不是说 很顺利成章的 那样东西 是 或者 那些 上面的功能 其实都是 真的 就是 Generic 那些 没有那么特别的 我反而 考虑到 它虽然是千变万化 但是 我会考虑到 它的平衡的问题 有少少问题 首先 我们整个游戏 整个游戏的感觉 就是 首先 在升级那里 升级了很多 跑引战的游戏 一旋回来 是很值得的 但是 我们玩这么久 是没有人想走到那一格 因为一来跪 二来得益 是比较小的 这是第一个考量 第二个就是 这架卡 其实有些卡 是真的 很厉害的 有些人 抽到的话 那一回合的爆发力 是可以很强 第三 就是Andy 刚才所说的 就是这些工程上面的功能 那个位置是有些奇怪的 因为 其实 它 因为买回来 已经是很贵 你起完回来 拿回来的 都可能得到分 而反而起完之后 分和资金 和资金 未必是平衡 之余 你便会有益 因为你起完之后 下架就放进去 踩进去 踩进去 人家可能得到的益 得益 更高过你 本身 起了太多利益的分 除非 你起下去 那一刻 令到你自己 工人 去promote 你便会肯做 变相 有点像自制男人 我一定要做完整套东西 我放进去 我得到我最大的益处 才有办法益人 那这个位置有点奇怪的 那当然 你可以逗 逗 逗等的 因为大家 三架飞船出去了 一定要 扣一次 是有个节奏 你知道 某些人 飞船出去了 下一车就一定要收人 他就会 踩棚架 再放机器 是 因为 好像棚架叮分位 其实棚架叮分位 我起棚架的时候 就是他贴了多少个位置 就可以叮分了 是 如果有些人 你用飞船卡的位置 其实你搭棚架的 可以选择性就少了 是的 这里又是一个很搞笑的 顶住了别人 就起不了 是的 即是他那个卡 那个interaction 其实是很强的 是 刚才你说的问题 就是说 建完 就是为别人作戒衣裳 这件事 其实我开始看rebook的时候 都觉得 会不会有个好大问题 怎会特意浪费那么多资源 去建一些东西 愈益人 但是其实 他每个tiles 分数都不少 但是我觉得 不是很平衡 有些分数少得来 但是上面的功能 又好像太吸引 给别人踩下去 好像做了一个助攻 我觉得 都是的 或者你可以选择 一些对别人没什么用的 哈哈 其实两难 你是选择对自己的有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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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完的bonus 一定是 做过一个 之后 你自己会做到自己 一个combo 的 一个machine 还有一个位置 就是这些东西 我没办法去洗走它 嗯 所以刚才所说 我选择 都是有限制的 是 变相 有少少美中不足 在这个位置 不过 Overworld 我和Andy和Key玩下去 都是很享受的 都值得推介 在今年艾森 没什么europe game 的情况之下 这些其实 有新鲜感的 绝对有新鲜感 而且是值得一试的游戏 是的 我也会想再开 是的 会的 有些什么 大概哪一类人适合 玩这些游戏 嗯 我觉得这个机制是 挺有新鲜感的 如果你本身又喜欢 Worker Placement 又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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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er Placement 这两种你都对的话 这一款就应该不用错过了 喜欢卡上卡下的 还有顶着别人不起 被人起的那些人 这款游戏 绝对今年是可以一试的 嗯 是的 好 那今集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